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台车的整个前脸我觉得相对比较浮夸的 采用了一个拟态眼镜蛇的状态 但是我个人更觉得它像是一个蝙蝠侠的状态 而且这个POW的logo也是足够大 那么这一次它的整个的引擎盖的高度是直接来到了我的胸口 并且配备的是前后的竞技的前后杠 那么这个前后杠上面还用上了特殊的涂装 让这台车的耐久性也是更加的哇塞了一点 不过我觉得这个位置也就是它的车灯相对显得普通一点 没有太多的新颖的感觉 那么来到车身侧面其实是这台车最大的亮点 首先整台车的一个车身高度为什么会这么高 因为它升高了1.5寸 而且这一次配了一个KMC的防拖圈 轮胎来自于百炉池的KO2 这是一个使用度比较高的一个轮胎 透过这个轮胎可以看到里面减震用的是KMAN这样的一个品牌 并且它带有8段的阻力可调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它内部的一些构造 还有它对于路面的一个处理的形式也是足够的硬派的 我们站起来往后说 这里配了一个高位的涉水红 而且整车是有一个固定的脚踏非常结实 并且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8加Snake的涂装 是专属的涂装 这个金色和黑色的车身也是非常搭 前轮煤和后轮煤都做了一定的保护和外扩视觉效果也好 还是它的耐用程度也好 我觉得都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那么整车的高度加上行李箱是超过了1米9 所以说这台车给人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的 我们接着往后看 由于是一辆皮卡 它的霍抖我们就不得不说 这台车的霍抖的程度大概在1米5左右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巧门的车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由于这个位置的关系是延展不开了 但是这个按键按下去之后 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折叠梯的 是更方便于人们进行上下车 载货也好下货也好上下货抖也好 会更方便一些 而且后边这个logo我觉得是比前面来的更大一些 看上去是非常的夸张 那么再往下是一个拖车口 说明这台车是有个拖拽姿质的 你会发现这台长城汽车也好 还是长城炮也好 它的字体都是被涂黑了 我觉得更符合这台车的定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车内看一下 这台车的内饰如何 上车的姿势还是相对比较轻松 因为一方面有一个脚踏 另外一方面这个位置 A柱会有一个扶手 上来之后呢 整个坐姿会比一般的长城炮的车型 会更高一些 因为它做了升高 而且你会感觉到整个引擎盖 带来的这种肌肉感是非常强烈的 很饱满 那么在内饰部分呢 依旧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炮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元素了 你会发现跟外观其实有很大的反差感 外面有多凶悍 里边就会做的给你多精致 这样的反差呢 其实是皮卡车型 也就是长城炮这个品牌 在这个细分市场 我觉得带来的一个新的设定 新的标杆 我们可以看到材质方面有皮质 有糖素材料 还有一些多个的装饰 而且整个坐舱 你会感觉 其实就跟一台城市型的SUV 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有一点啊 我个人不太喜欢 就是这个方向盘的造型 特别是中间这个喇叭的造型 它用上了非常普通的塑料加上网 看上去呢 就普普通通 没有什么亮点 跟这台车嚣张跋扈的个性 我觉得不太符合 难道这就是设计师 留给车友们改装的空间吗 那么在动力部分呢 2023款的龙弹 搭载的是2.0T发动机 匹配彩埃福 8档手自一体变速箱 最大的进攻率 提升到了160千瓦 轰直扭矩呢 也提升到了380牛米 在悬架部分呢 采用的是前双插臂 后多连桿的悬架组合 为了确保提升越野能力 整个底盘是进行了加强升级 并且呢 2023款的龙弹 其实匹配了前后桥电控式插速走 双锁的加持下 脱困变得更加轻松 至于它的后排呢 我觉得一向不是这类车型 我们要去考量的点 因为它在舒适性配置方面 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比一般的功能性皮卡 要好处不止一个等级 那么说回到这台车的价格 256800 你愿意买这样一台观改车型 直接回家去雷泼泼吗